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分享台北市區一日遊的一個小區域的走法 首先你可以睡到早上8點 這樣你起床後還來得及 是飯店裡10點前免費提供的早餐 吃完後大概9點半再展開行程 因為我今天介紹的區域 早上10點前傻屁都幹不了 接著你坐台北捷運 到台北車站大概也10點了 然後以這當起點先逛一下 台北車站的微風百貨 為什麼要逛這邊你知道嗎 因為除了這是台北知名百貨公司之外 更重要的是台北車站微風裡有一台 古阿末鳳梨酥販賣機啊 你可以在這裡打卡拍照 那由於10點多而已 很多店都還沒營業 所以可能11點你就會逛完了 再來你就可以 去台北車站地下街 一路往中山捷運站地下街逛 欣賞一下地下街各種小店 然後從中山捷運站的出口走出來時 應該至少已經12點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逛這邊的星光三月百貨 它這邊有一間很知名 你每次來肯定都要排隊排很久 才吃得到的台灣知名美食 鼎泰風小籠包在地下室2樓 所以你就可以來排隊 大概要排30分鐘到1小時吧 這段時間你就可以逛星光三月 逛完也差不多排到你 可以來吃小籠包了 給你吃1小時啊 別拖太久 後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好嗎 例如我之類的啊 所以別佔位置啊 此時也差不多2點了 你就從鼎泰風那個方位走回一樓 然後往中山北路方向走 看到中山北路後就右轉 別過馬路啊 右轉後一直直直走 路上也有很多小店可以逛 但逛不逛也不是重點 只是要讓你吃飽飯後上個步而已 不然吃那麼飽你又不動 是想變多胖才滿意啊 大概走個10分鐘你就會看到 一個上方有高架橋的大馬路 叫市民大道 然後你過馬路到對面後左轉 往前再走個10分鐘 大概2點半前 你就會來到台北文青 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 華山文創園區 這邊場地非常大 有一大半都是公園 如果你是假日來 就會看到公園上一堆野餐的人 你可以順便欣賞一下他們的長相 或是自己在公園上奔跑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來台北 怎麼能不假裝一下自己是文青勒? 更何況你不用裝啊 你本來就是嘛 不過我估計你對公園沒什麼興趣 所以你就再往前走 在華山文創廣場 這裡每段時間都會舉辦各種不同的展覽 就算你不想看展覽 這裡也有各種文創屬性的小店 可以讓你逛讓你消費 你不用怕錢沒地方花啊 快來支持文創吧 假日來的話還會看到很多手工攤販 賣他們手工做的文創產物之類的 很有文藝氣息啊 那如果你絞城很快 逛完大概也4點半了吧 我想沒4點半的話 你就再逛一下 別打亂我的計畫 這時候你就再往前走 就會看到三創生活館 裡面有很多巴拉巴拉的可以給你逛 還可以玩一下BR之類的 這裡常常也會有店家辦活動 運氣好遇到的話 就可以參加一下 再拖延你今天一點時間 大概逛到6點你就出來 順著旁邊的金山北路往上走 就是找上星光山院那個方位啦 不用走很久10分鐘吧 你就會來到長安東路上了 可以欣賞這一區夜生活到本營之一的調通商圈 只有有點資歷的本地人 才會知道什麼是調通 這邊的店家平均營業到半夜3點 那除了長安東路上 你會看到一大排的熱炒店 可以讓你品嘗海鮮之外 長安東路往星光山院那個方向 每一條巷子你走進去 調通裡面也會有一堆居酒屋 一堆日式小酒店 一堆小吃店 這裡是日本來台的上班族 下班後最喜歡來的地方之一 至於相關的歷史背景 我就不介紹了 你自己上網找都有 啊如果你不想吃熱炒海鮮 像我就不愛吃海鮮 那我本人推薦你可以吃這邊一間 叫千代秀的居酒屋 好不好吃見仁見智 但我每周一定都會來這吃 你周六晚上來可能就會遇到我 這邊除了食物好吃之外 環境也不錯店裡一般也不太吵 太吵的話會影響我們吃東西的心情嘛 重點是價格 我個人覺得算是挺有CP值的 至少比很多 擺明要賺觀光客的錢的店 來的友善啊 你懂的馬啊吃飽後 我猜大概也八點半要九點了 這時候你可以從調通走到林森北路上 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知名的美妝店 藥妝店 生活用品店 連鎖店 什麼區城市啊 康市美啊之類的啊 你就可以開始採購了 這附近也很多CP值不錯的飯店 要是你住附近那買完東西 就可以直接回去休息了 要是飯店在別處也沒關係 這一帶什麼不多 計程車特別多 你隨便來一台坐回去就行了 阿回飯店休息前 你要是想買一些宵夜 那這邊前面是麥當勞 對面是摩斯漢堡 周圍全是便利商店 想吃什麼 隨便你 OK 那以上就是 身為台北人 推薦你的台北一個區域 以日遊玩法 如果你覺得有幫助到你的話 就記得去跟古阿末 鳳梨書販賣雞拍照囉 可可